欢迎大家收看消费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德鲁·巴利摩尔表示 这款抗衰老精华液可以提亮和紧致它的皮肤 并且在黑色星期五有折扣销售 50加个值得购买的黑色星期五优惠 本周末销售高达80%折扣 虚 AirPods已经受到超过52万名购物者的喜爱 黑色星期五特价仅售80美元近40%折扣 转折通胀危机的角度 周日晚间橄榄球 今晚如何在NBC观看明尼苏达维京队 对丹佛野马队的比赛 请大家收看 德鲁·巴利摩尔表示 这款抗衰老精华液可以提亮和紧致它的皮肤 并且在黑色星期五有折扣销售 雅虎 Sunday Riley的Good Jeans全能乳酸酸性去角质面部护理精华 目前在Skin Store以32美元的价格原价48美元出售 使用戴马Joy 这款护肤精华受到了包括Lizzo 海伦娜 邦娜 卡特 和德鲁 巴利摩尔在内的名人的赞扬 该产品能够去角质 风营 提亮 和平滑肌肤 适合敏感肌肤 因为它不含对抢肌本甲酸脂 硫酸盐 银本二甲酸脂 大豆 香料和肤质 武林加个值得购买的黑色星期五优惠 本周末销售高达80%折扣 雅虎 2023年的黑色星期五还有一周才到来 但包括亚马逊在内的许多零售商已经开始提供优惠 亚马逊的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 从星期五开始 许多商品的价格创下历史新低 沃尔玛和塔吉特等其他零售商也提供了提前的黑色星期五优惠 到目前为止 一些最好的优惠包括 INSE无绳吸尘器70%或更多的折扣 KeyChallenge三级刀具磨刀器50%的折扣 以及Tunwick K-Compact咖啡机50%的折扣 其他值得关注的优惠包括苹果AirPods 智能电视 笔记本电脑和厨房电器的折扣 预计黑色星期五将成为创纪录的购物活动 云售商竞相提供各种产品的最佳优惠 虚 AirPods已经受到超过52万名购物者的喜爱 黑色星期五特价仅售80美元 近40%折扣 亚马逊在其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中以80美元的价格销售第二代AirPods 节省了49美元 这款无线耳机具有长时间的电池续航和高品质的音效 并且与iOS设备连接方便 转折通胀危机的角度 亚虎 美国的通胀危机可能已经结束 价格在某些领域稳定甚至下降 根据美国农业局的数据 食人份感恩节晚餐的平均成本同比下降了4.5% 消费者价格指数在10月份也略有下降 而10月份的中卫通胀预期也有所下降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 有关通胀的讨论在标普500指数的盈利电话中逐渐减少 自2021年3月以来 通胀一直被认为是最大的尾部风险 但在10月份的调查中被地缘政治取代 周日晚间橄榄球 今晚如何在NBC观看明尼苏达维京队对丹佛野马队的比赛 雅虎 明尼苏达维京人队将在周日晚间足球赛中对阵丹佛野马队 比赛将在NBC上播出 但也可以通过Peacock流媒体以每月6美元的价格观看 其他流媒体选项包括Football TV Hulu加Live TV和NFL加用于移动流媒体 此外 还可以在ESPN加Sling TV YouTube TV和亚马逊Prime Video上观看部分NFL比赛 如何在今天在CBS观看布法罗比尔斯对纽约喷气机的比赛 雅虎 布法罗比尔斯将在11月19日星期日下午4点25分 在CBS上对阵纽约喷气机队的比赛 观众还可以在Paramount加上直播比赛 或使用室内电视天线观看比赛 其他观看NFL比赛的流媒体选项包括 Hulu加Live TV、Football TV和移动设备上的NFL加 ESPN加提供精选的NFL比赛 而Sling TV、Direct TV、YouTube TV和亚马逊Prime Video 也提供本赛季各种比赛的观看权限 Beats无线耳机降至150美元 创历史新低 在亚马逊的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中 Yahoo 亚马逊在黑色星期五以折扣价提供 PowerBeats Pro无线耳机 这款耳机拥有9小时的电池续航时间 并且防水和防汗 非常适合在锻炼时使用 它们还配有一个充电盒 4个不同尺寸的耳塞和一个充电电缆 这款耳机已经获得了来自超过58000名听众的五星评价 一位评论者表示 这是他们使用过的第一款 在健身房使用时不需要调整的耳机 另一位评论者表示 它们完美地适合它们的大耳朵和头部 这款耳机已经降价100美元 售价为150美元 是它们有史以来的最低价格 旅行吗 亚马逊刚刚推出了大规模的 Sense Night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 节省近60% Yahoo 亚马逊目前正在大幅折扣销售 Sense Night行李箱 折扣高达近60% 购物者可以在各种Sense Night行李箱套装上找到优惠 包括带有旋转轮的硬窍可扩展套装 例如 一套两件硬窍套装仅售144美元 而一套两件带旋转轮的硬窍箱仅售187美元 这些套装耐刮擦 配有360度旋转轮 非常适合旅行 顾客们赞扬Sense Night行李箱的质量和耐用性 使这些优惠更加诱人 亚马逊Prime会员还可以享受这些商品的免费配送 亚马逊的Fire HD时平板电脑 在黑色星期五打五折 销售火爆 Yahoo 亚马逊正在以75美元的价格销售其Fire HD时平板电脑 这是其正常价格的一半 作为其黑色星期五促销的一部分 这与该平板电脑在亚马逊Prime Day上的最低价格相匹配 该平板电脑配备了10英寸1080P显示屏和12小时的电池续航时间 它还配备了8核处理器和两具内存 使其成为亚马逊Fire平板电脑中最快的之一 该平板电脑与亚马逊Prime Video和亚马逊音乐无缝配合 还支持数百个应用程序和游戏 使其成为外出娱乐的不错选择 这个优惠仅限一段时间内 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的观察员 在今天的新闻中 我们看到了一些关于护肤品 黑色星期五优惠 通胀危机 以及橄榄球比赛的内容 让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些新闻的深入分析 首先 我们有关于护肤品的新闻 德鲁巴利摩尔表示 他使用的抗衰老精华液 在黑色星期五会有折扣销售 这再次证明了护肤品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人们愿意为了保持年轻和美丽而花费一定的金钱 接下来是关于黑色星期五优惠的消息 今年的黑色星期五还有一周才到来 但许多零售商已经开始提供折扣 亚马逊 沃尔玛和塔吉特等零售商都提前推出了优惠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产品都有折扣 从吸尘器 刀具磨刀器到咖啡机和智能电视 几乎满足了人们的各种需求 这预示着 今年的黑色星期五将是一个购物的盛宴 接着是关于AirPods的消息 这款无线耳机在亚马逊的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中 以80美元的价格销售 节省了49美元 AirPods一直以来都备受欢迎 它们具有长时间的电池续航和高品质的音效 非常方便与iOS设备连接 然后是关于通胀危机的消息 根据数据显示 美国的通胀危机可能已经结束 价格在某些领域稳定甚至下降 这对消费者来说是个好消息 因为它们可以享受到更加合理的价格 而在投资者眼中 它们对通胀的担忧逐渐减少 开始关注地缘政治等其他因素 最后是关于橄榄球比赛的消息 明尼苏达维京人队将在周日晚间 对阵丹佛野马队的比赛将在NBC上播出 如果你是橄榄球迷 可以通过Peacock流媒体 以每月六美人的价格观看比赛 总的来说 今天的新闻涵盖了各个方面 从护肤品到黑色星期五优惠 再到通胀危机和橄榄球比赛 希望这些新闻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和愉快的时刻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 或者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